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遙望 我是郭重倫 繼中國大陸在泉州外海實施實彈演練以後 大陸在接連兩天又軍機的繞台 首先是兩架轟炸機 接著是有六架 包括電針機 轟炸機以及戰鬥機 繞著台灣順時鐘的方向繞了一圈 我們知道接下來遼寧艦準備要北返 回到他的母港 可能就在最近會經過台灣的四周 又會引起另外一波的震撼 對於這樣子的事情 美國國務院說他期待 希望任何一方都不要採取行動來改變現狀 同時包括武力跟其他形勢的脅迫手段 這個話是說的四平八穩 但是學者就把話挑明了說 CSIS的葛萊怡 他說這是一個信號 北京要讓台美知道不要挑戰涉及大陸主權核心利益 也不要在台灣議題上面挑戰北京的紅線 明明這指的就是最近美國通過的台灣旅行法 跟對於潛艦輸出紅區裝備的解禁 另外就是針對台灣的行政院長賴清德最近的台獨說 最近不只是駐美大使崔天凱 以及台辦主任劉潔一都已經發言警告 但是台灣對於這樣的事情 還是認為是一派輕描淡寫 我們看到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就說了 他說這是例行演習規模非常的小 2005年的時候曾經在原地舉行過 那只是這一次把他大陸把他誇大了 那個台灣這邊也有人附和 台灣應該要相信國軍不要隨便的附和中國大陸 另外也有不具名的黨政高層說 不管是這一次全州的實彈演習 或者是軍機繞台 基本上都是用小規模的演練 加上微博加上平面媒體加上電視的畫面 用這個方式在各種平台上面做的一個宣傳 來測試台灣政府跟老百姓的反應 面對大陸刻意這樣子發動的輿論戰 希望民眾不要自亂陣角 希望媒體要能夠具實的忠實報導 那來減少對方這種刻意操作的影響力 來有助於穩定台灣的民心 這裡面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如果這是例行的軍演 也是大陸的心理戰 那根本就沒有怕到這個程度 那第二個層次是說即使大陸的大軍壓境 勇敢的台灣人也可以來為台獨 來犧牲奮鬥 這個是最近民主基金會所公布的民調 所顯示的 裡面說如果因為宣布台獨 而導致中國武力犯台的話 有55%的民眾都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 只有35%不願意 第二個層次這個涉及到意識形態 有些時候是沒有辦法來講道理的 暫時不論 但是第一個層次就是涉及到現實主義 老實說台灣怕不怕 是跟中國大陸軍力的展現有關 我們說不怕說對方是心理戰 輿論戰 那豈不是邀請對方要加大壓力 升高緊張嗎 台灣說大陸是心理戰 那台灣自己又何嘗不是反心理戰呢 作為台灣的一份子 我們不願意做大陸恐嚇台灣的幫兇 但是作為媒體的一份子 我們覺得應該要具實的報導 否則的話沒有新聞自由 只是宣傳的話跟大陸又有什麼兩樣 那我們再進一步講 大陸以演習來恫嚇 威嚇台灣 這個當然是不對 但是大陸做這樣的事情 不是一天兩天的 我們其實老早就可以預期到 大陸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要再嘴硬下去嗎 老實說真要弄到地洞山搖 不見棺材 不掉淚 那這樣子才會理解到大陸的情緒嗎 我們覺得蔡英文總統在上台兩年以後 其實非常的謹慎 希望能夠維持兩岸的現狀 如果現在因為約束不了下面的人 而導致功虧一虧 這不是蔡英文本身應該要負的責任嗎 今天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